一位玩友给我留言 小胡子你好 一步到位 打算多用些年 为了一家人出行舒适 要买七座MPV商务车 去店里看了广汽传奇M8混动和丰田塞纳混动 传奇M8非常漂亮 一眼就写回上了 不知道质量有没有塞纳好 家里人的意思是说买丰田塞纳 说更有面子 国产M8没面子 胡哥你给分析一下 我想买传奇M8和塞纳相比能差多少 那么我想问一下市民前的你 如果让你们再重新选这一次 你会选择哪一个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说出你的理由 那我们就直接说重点 这两款车子一个是国产 一个是核芝 很多人嘴里都说 知识国产传奇M8好 但是最后呢 他就买了这个丰田塞纳 是不是这么回事吧 对不对 认为核芝比国产更有面子 其实一个三四多万的车吧 也没什么太大的面子 知道吧 他们认为 核芝车就是比国产车质量更好 更优秀 我说对不对吧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评论区见啊 传奇M8的价格要便宜一些 外观 内饰 传奇M8 更好看 漂亮 豪华一些 那么 赛纳 一看就是日系车的一个风格 那么如果说是 十多年前 肯定 传奇M8跟赛纳比不了 现在的传奇M8 可以说要超越了这个赛纳的 知道吧 包括这个 配置方面 方方面面吧 我跟你说 方天赛纳 那做工 用料 车机 还有行驶质感 就是个单 真没有传奇M8好 不信 你去试驾对比一下子 体验一下子 就知道了 只有自己身心体贵了 自己才明白 知道吧 听别人说 也不一定 全对 毕竟每个人需求不一样 以前传奇M8不行 现在啊 同价位 同级别 已经是非常优秀了 虽然是传奇M8 也有一些毛病 但是 哪个车 没有点毛病呢 就算一百万的奔驰 同样也有毛病 只不过是相对比较 传奇M8 要比赛纳更厚道 俩车都是 七座中大型MPV 空间方面 绝对是共用的啊 你拉着老人孩子了 绝对买足你的需求 第三排 也是不错的 绝对不是摆设 那么行驶质感呢 方天赛纳 调剂的偏软一些 M8调剂的偏硬一些 车车一旦开的快一点 还是偏硬一点 支撑性会更好一些 所以各有两个缺点 隔音进行控制这一方面 MVX呢 车子跑到100公里 时速的时候 还是穿捷M8 表现能会更好一些 包括脚下下面的一个隔音 还有上面的隔音 都是更好一些 那么油耗表现呢 穿捷M8 略微高 一个多有左右 因为它是2.0T的 涡轮加发动机 而赛纳是2.5升 一个战系发动机 所以说油耗方面 是有区分的 但是它俩的这个车子 动力系统都是一样的 穿捷M8用的也是 丰田的第四代的TSS 双筋混动系统 知道吧 一样的都是一样一样的 那么 丰田的TSS双筋混动系统 不用我多说 大家都明白啊 它和这个汉兰达呀 什么亚洲龙啊 龙范他们 都是一样的啊 那么它的核心技术 就是由一个行形齿轮 动力分辨器啊 指挥的这个车子 我什么时候用电 什么时候用油 什么时候双筋混动 呃 开起来的时候 还得说是不顿挫油耗低 还得说动力竹啊 这个技术很成熟稳定 很能用的没问题 早在1997年 第一代丰田普瑞斯车身上 丰田就用上了这个技术 到现在非常成熟稳定了 发展到第四代了啊 那么起步加速的时候 是用电驱动车了啊 有行业质感是非常不错 有种心理能的感觉 几乎是发动机不介入 没有任何声音的 当你需要加速的时候 超车的时候 只需要驾驶员身踩油门踏板 发动机和电动机 一起去驱动车子 就要松轻混动啊 以最大的一个功率去加速 当完成加速的时候 驾驶员松开脚步的油门踏板 完就是这个通过轮台的反转 产生动动回收 给电机充电 以备一下子使用 所以说很成熟 很好的个车子 那么两款车子啊 最大的区分 一个外观 一个内饰配的用料方面 那赛纳就是太差劲了啊 塑料感极强 而且车机是一塌糊涂啊 这一点就是川前尔巴 要好过它多少倍 包括座椅的舒适度啊 空军方面都是非常优秀的啊 都要比它更好一些 知道吧 买塞纳就是买个啥吗 买一个丰田俩 这人知道吗 虽然是也不错 但是性价比并不高 这款车太贵了 以前还得加价购买 搁酒是搁惯了嘛 是不是 你反过来 他去开去开这个川前尔巴 更加优秀 除了底盘略微低一些啊 M平板低点正常的 都是这样的啊 M835家用都可以 而塞纳就总有支付和家用啊 外观方面 所以说这两款车子 我建议呢 考虑一下 川前尔巴重视版 还是非常优秀的啊 性价比更高一些 那你有开过或买过 这两款车子的小伙伴 对我说的 有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总发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